在喧嚣的世界中,孤独的活着,是想去丧者的常态。 这十种孤独,代表着中国人的焦虑,各方面,各层次。 第一种孤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,车站的低头足,只能手机的奴隶,用华丽或悲伤的滤镜渲染美感。 在巨狂灯下,在摄像头前清晰的记录自己的生活,渐渐正常的交往方式,渐渐输信和邮件,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用一个语音,一个消息,去抵达对方的心灵,不愿意用心,更愿意用捷径,上下班回家的路,明明清楚的知道路线,也还是老老实实打开导航APP,与其信任彼此,更加信任网上所留下的痕迹。 在利用科技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,有句怕着被观察者,第二种孤独谁都过得比我好,美图,PS等神器,将平淡的生活演绎成传奇,发张自拍,发张风景,设个定位,告诉朋友圈的人们,自己有多么幸福充实,却每时每刻都在意着别人的动态。 每条消息,每张照片都默默翻看过,忍着的手最后还是按了下去,诧异,堂皇,看着照片中自己施假的笑容,以及被抹白的皮肤,皮瘦的脸大。 你问着自己,为什么别人穿着AJ别人名牌包包,我只能在沙滩上摆一个尴尬,而不是礼貌的造型。 别人的男朋友更帅,别人的旅行更浪漫,甚至是别人的拍照技术都比我好。 压抑着孤独和寂寞,回归到现实的工作中,每日每夜的加班,永远得不到深深的郁闷,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里。 当快倦感和无力改息来时,不得不面对金毛蒜皮的家务时,那种想要哭出来的心情无法抑制,再勉强挤出来的空闲看几集电视剧, 逆天改命的人设,没修没扫的台词,脱离现实的剧情,还有一张张明星脸下渗透出的丑恶价值观。 这些都足以让你吞下最后一口泡面,仍然感到一份填膺,躺在床上,你已经不去想什么,00号写完,爆火月入十万,什么煎柄大妈用赋予的几万来做慈善,只是在想,谁都过得比我好。 第三种孤独老无所依,当你老了,走不动了,睡意昆沉,当你老了,也没滴水,露火旁驱暖。 回忆青春,忧伤的歌词或许皆是了老无所依的事实,有着些许岁月流经的感慨,然而,逐渐的空潮老人,或许子女提供给他们好的生活条件, 但他们非常孤独,无聊到昂抽水马桶,冲走九十八吨水的老太,一次能喝智能音箱,聊上三小时的老爷爷,望着城市的方向默默流泪,呆坐在门口一个下午,空潮老人过着寂寞而又匪夷所思的生活, 终有一天,我们也无法违逆时间的洪流,变成他们,却还是那个孤独的自己。 第四种孤独独生子女,叛逆,自我,说到无憑,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,高生活标准,高营养,无庸置疑,会受到更高等的教育, 不论是被逆爱还是穷壤,都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孤独感,独生子女们,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兴力量,而且,就算是全面二胎,甚至是新的政策出台,独我意识也难以消灭,一直存在,在被父母安排好的道路里,在被家庭环境舒服的回忆里,在痛苦或快乐的童年里,在所经过的洋长小道,若是时光倒流, 或许,他们都想回到某个瞬间,去拥抱过去的自己,告诉自己,你不是一个人,第五中孤独,离开故乡,理想就是理想,托上沉重的行李,去外地工作或者上大学,南来北昂,秋去东来,带着壮志未愁的遗憾,夹缝中心存希望的勇气,离开故乡,仿佛是新的开始, 甚至成为成年人,不得不默默经历的过程,将所有在故乡的居住藏进内心深处,在新城市蜷缩的被窝里,留下滚烫的泪珠,我留在故乡的往事就像一条狗,叼了骨头,它就走,多少次认为像狗一样活着的人, 为了理想林香,填饱肚子也已经精疲力尽,第六种孤独因为爱情,在平均婚龄持续推迟的当今社会,没有自己强大才不会被渣男践踏,有伴侣固然可喜,但不是随便找一个伴侣,那就是真正的归宿,几个月骄傲那叫一时兴起,一年两年的感情碰到点小事也随时能够继续,追求爱情,可是也不相信真正的爱情, 女人怪男人无法坚守誓言,男人怪女人无法温柔如初,老话说得好,宁缺无懒才能得偿所愿,急不择时必定毁复当初,于是,男人越来越不愿意追求女人,女人也看不上成长,如蜗牛般归宿的男人,爱情和背叛的故事每日都在上演,获得伴侣的潮戒也不断丰富,渣男渣女横行跋扈的恋爱常理, 孤独寂寞是原动力,看得对面是主力,身材背景是主力,个人品的制略又影响,而已 你几种孤独我不相信,地狱空荡荡,魔鬼在人间,没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,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常常是用来互相伤害的,天价还先在里面商量,到谁谁倒霉, 骂着电视新闻里,关于毒疫苗事件的报道,餐馆老板默默地往锅里倒了点滴沟油,毒奶粉和染色猪肉粉停抗理,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利益,同流合物实属常见,公众人物慈善作秀,明显偶像人是笨塔,管你陆软粉还是粉转黑,只要有机械媒体在就不会清静,水震遍地,动不动下尿体, 正经济完的不亦乐乎,暑期工作被骗几万,打一打出人生的安全,出门游玩被骗进传销,甚至放学回家都随时可能遇见迟到暴徒,乞丐不相信,街头卖唱有问题,推荐转发也许别有用心,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变成逐渐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过场,不管多权威的媒体,不管多有协力的人士, 不管多么详细的新闻,统统掉进塔西陀陷阱,总之就是此个字,我不相信,第八种孤独水泥森林,人们从农村搬到城市,搬进水泥森林,所谓的家,不过是城市中心某条街道,某个门牌号,上空了某个窗口,它如同一个固定位置的客栈,城市中的人们,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,锁好的房门,也是给心灵上了锁, 白日的车水马龙,和夜里的灯火辉煌,只是城市的规律,并不是城市的风景,第九种孤独创作,海明北曾说,写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涯,马尔赫斯则说,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个人读作录制,用二十八颗字母,两根手指敲出来的书,想想都觉得疯狂,创作的过程,痛苦又快乐,迷茫又像是开了上地视角, 不愿意有人说这部作品的不好,又选择接受所有被抨击的缺点,是自己的作品如同孩子,又喜欢又嫌弃,第十种孤独孤独症与抑郁症,全球有超过3.5亿人受到抑郁症困扰,全球约有4.5亿人,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行为障碍, 中国超过1亿人有精神病,抑郁症患者,约有9000万人,抑郁症中身发病率高达16.2%,三分之二的患者,为女性,与其说孤独症和抑郁症的人想要离开世界,想要逃避,倒不如说他们增加热爱生活, 如今的我,贪不上幸福,也贪不上不幸,一切都会过去的,人世间摸爬滚打至今,我唯一愿意是为真理的,就只有这一句话,一切都会过去的,今年,我即将满27岁,白暴周天的我,在大部分人眼中,恍如年过四旬,本文改编资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